14号晚间9点20分左右 远近在台中和平区东关路二段 大甲西发电厂前执行领检 发现车上三女一男神情慌张 盘查后发现是失联的印尼籍移工 工程师身体不适下山就医回程遇上警方 其失联期间以从事农务及打零工为业 本分局109年查获外籍失联移工继29人 这四名移工从一百零五年到一百一十年失联 这段期间打零工为业 以为山上比较不易被察觉 但还是难逃追查 但对山上的果农来说缺工严重 确是不争的事实 以台中大理山地区为例 平均每一位农民要面对1.5公顷左右的果园 除了果农本人一年需要长期固定人力两人左右 目前上有2500名劳工缺口 一旦查获雇佣非法劳工 农民就得面临15万元起跳的罚款 希望政府重视缺工严重的问题 农民团体也呼吁政府 台湾的偏远山区的非法移工 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目前大业的本国劳工中 只有千分之三愿意从事农业 到偏远山区更是经常挂邻 希望政府适度开放农业移工 解决山区农业人口老化及缺工严重的困境 云士新闻 综科报导